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台积电法说 那在1月份的时候 这边的大盘处于一个盘整阶段的时候 这边均线开始纠结 我们跟大家说 你要留意一下台积电法说 因为台积电法说会影响到大盘接下来的方向 同样的目前加选指数 也是陷入一个区间盘整的形态 那区间盘整形态 我们一定要去留意一下台积电法说 因为台积电法说 这边它是代工全球各大电子厂的一些晶片 那这边台积电法说 会影响到这个全球紧急的后续展望 所以7月18号的台积电法说非常重要 那我们来看一下 目前市场上对台积电法说 这边的一些预期法说 会讲出些什么样的内容 市场上对台积电法说 到底有什么样的预期 台积电目前公布了营收 这第二季的展望真是超强的 那接下来重点就是在中长线展望 它第二季释放出来营收 这边超预期 那1PS有机会来到2.6块到2.7块 那重点是中长线展望 尤其我们知道 这个Samsung开始用低价去做抢单 虽然说这中间技术还是会有落差 但是这市占率会不会进的去流失的话 这边是市场上这些外资法人 留意的重点 所以7月18号台积电法说就非常重要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这美股超级财报桌 那目前市场上对这个美股超级财报桌 这些企业交出的财报 普遍认为不会去太好 但是这边市场上已经有新的预期行李 你知道利空的通常都不会是太大利空 那短线上这个美股超级财报中 除非有差于预期的这些情况产生 不然降血力多还是会盖过这个财报不佳 尤其是这个财报不佳 如果是符合市场上的预期的话 那这边很容易又加深了这个对降血期待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美股在上礼拜五是持续创新高 那美股持续创新高的话 那这边加运指数究竟要怎么去看待呢 加运指数我们在上礼拜也是一再跟大家提醒 你这边只要留意两个重点跟两个价位就可以了 那加运指数美股创新高 但是我们外资的筹码却看起来有点比较偏保守 所以这边如果缺口跌破的话 那形态上会转为一个比较偏弱 那缺口没有跌破加运指数就是会站在多方 所以这个缺口非常重要 这边还是属于一个69号缺口到10900点区间 那你要看到这加运指数像美股这样可以创新高的话 那最重要重点还是这个成交量 量增量持续递增的价才有机会涨 那我们再看到下一个 那加运指数如果目前还是站在多方的话 那选股我们应该怎么选股呢 这种个认为目前你还是聚焦在这个除全息概念股 那我们大数据统计员陆续更新到现在 这个除全息概念股这边上涨的机率 都仍然是处于一个偏大形态 那接下来我们就看一下 明天有哪些除全息要几张进行除全息的个股 有这些bookbook 6月16号除全息的个股 Scanbook有这些 那这种会在帮大家呢挑选出生长 那些生长根据过去统计 之叫啊这边除全息当天上涨的机率会比较大 那我们再看到下一个 下一个是7月17号这边除全息上涨的机率比较大个股 你看这种各威选出两党 那另外 excited 那另外整个 MICRV1256这边新活活子呢 这种各它没有把它选进去的原因 最主要是因为这波上涨幅度已经比较偏大 所以这边除悬洗当天上涨的机率就会跟着降低 所以7月17号的中哥就是挑选了这两档 那这边除悬洗各股的中哥会陆陆续续的更新 在中哥Lite股东人生上面 包括接下来已经除悬洗之后 那接下来两个月内完全填洗 填洗率百分百的各股有哪些 中哥都会把它公布在群组上面 欢迎大家加入谢谢 是谢谢龙哥的分析 更多盘中及时消息以及选顾策略 欢迎加入龙哥的Lite 那财经及时通我们下次见咯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